有孫柏文和任亮倩說 波士頓恐怖襲擊後市的情況 他們也很難得地和以前做節目不同 有三大共識 首先 他們覺得 整體來說 黃金是升勢 美金是升勢 第三 其實美國的銀主盤 在這兩種環境之下是值得留意的 但除了這三個提示之外 更重要的是 背後想說的是甚麼 就是當美國人都很沉重的時候 他的股市仍然在運作著 他的制度仍然在操作著 而每一次美國人 他們在經歷一些很嚴重的挫敗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利用他的制度 利用他的經濟能力去站起來 而不是我們看到某些國家 甚至乎我們香港 每次有一些重大的挫折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政府是越來越來弱下去 就說自己是一個弱勢當中 是一個弱勢政府 為甚麼我們看到美國在挫敗之中 往往是挫得越厲害 起得越厲害 而我們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關鍵就是在於授權的制度 有人曾經都說過 其實資本主義都是一種投票的制度 是一種授權的制度 我們用銀子來授權 用銀子來投票 但當資本主義走到某一個水位 某一個極限的時候 我們看到原來我們去光顧的時候 我們那一票是有很大的局限 有些人納了我們很多的銀子 納了我們很多的票 我們失去了那個權 正因為我們這種就算拿到錢 都沒有權 都有一種無助感的感覺 所以令到香港人的怨氣越來越深 如果我們說佔領中環 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佔領中環 是在佔領華爾街的時代已經開始 那是香港第一期佔領中環 當時說的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 應該怎樣改善呢 資本主義要在香港這個地方走下去 應該怎樣想呢 那是最初佔領中環的真正意義 走到今天佔領中環 似乎是純粹是一種手段 是一種技術 對不對 還是背後應該都想想 第一期佔領中環要說的話 怎樣可以授權給人 怎樣在這種經濟環境之下 都可以令到香港人覺得 自己不是那麼無助的 自己都有些東西可以控制到的 我拿著這些錢 不再是樓都供不到 通脹都應付不到 而是我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 當香港人可以感受到自己 可以控制到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明白到 究竟自己應該需要一個什麼政府 一個什麼的制度 那個就是答案 所以請問到整個要請 你回負的 你會不會有很多事情 對